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悠儿AI技术学堂 那今天呢 小悠儿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劲爆的一个消息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 那么自从OpenAI 5月13号的春季发布会上揭晓了GPT4O的这一新模型之后呢 那非常多的朋友呢 都对它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 那都想要一探究竟啊 想感受它的一个神奇之处 当然了 对于免费用户来说呢 虽然说有机会体验 但机会呢 却是逐步开放的 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呢 还没有一个GPT账号 前面的一期视频呢 小悠儿给大家讲了 如何我们的国内的伙伴呢 如何升级成一个GPT会员 因为很多国内的伙伴呢 没有一个国外的一个信用卡 国内用户呢 也能申请一个虚理卡 然后充值一个GPT会员 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期视频 这里链接呢 我也会放在描述栏 还有一部分的人 就像小悠儿这样 我呢 是一个GPT4的会员 那么已经用上了一个GPT 但是很多用户免费使用呢 也是有限制的 那三小时呢 仅能使用一个16次 那就算是像小悠儿这样的一个plus会员呢 那么也仅有一个80次的一个使用机会 那这个呢 就让我们很多期待 想要一世的一些朋友呢 感到非常的遗憾 那今天呢 小悠儿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的平台 它不仅提供一个GPT4的无限次使用呢 还集成了 其他的多种模型 那这里链接呢 小悠儿放在了描述栏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一个版本 那有GPT4 有GPT3.5 还有一个GPTplus 以及一些Mijeri的一些绘画工具 那这个平台呢 它还具备了一个思维导图的能力 它可以一键生成思维导图 为我们呢 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个智能服务 这里呢 链接在描述呢 大家可以打开 那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 樱桃茶自育GPT 那我们进来的呢 它的一个首页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呢 已经有各种已经训练好的一个角色 那这些角色呢 非常适合垂直场景的一个应用 在页面的左侧呢 在这里呢 这一排呢 就是一个各个功能按钮 包括一个对话 一个绘画 一个写作 还有一个思维导图 接下来呢 小月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些功能 首先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先登录一下 点击左下角 这里有一个登录按钮 我们点一下 那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没有登录的话 那这些功能呢 你是不可用的 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就直接去登录 这里登录呢 有两种方式可以看到 第一呢 是账号登录 第二呢 是短信登录 那如果说你有手机号 你可以直接输入手机号登录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 我们都是第一次用啊 我们都是新用户 那这呢 我们点击一个注册账号 那么 我们点这个注册账号 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那接下来呢 输入你的一个邮箱 输入你的一个密码 这里点击验证一下 这需要拖动一个拼图 那这个时候呢 你回到你的邮箱啊 它会有一个验证码 那这里呢 你会看到一个验证码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把它验证码 输入到这里面 点击注册 我们已经成功的进来了 那这里呢 它跳出来一个公告栏啊 这里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那看完之后呢 可以直接点击关闭 接下来呢 小鱼儿就一一的给大家讲解它的一些功能 那首先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它的一个AI对话 在这里呢 在这里也可以点击它左侧这里一个对话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AI对话 那么接下来呢 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聊天对话 我们点一个新对话 在对话界面的上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GPT4O的一个模型 那当然呢 你还可以切换其他的模型 我们点击这个倒三角 这里一个模型选择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可以看到有GPT4O GPTplus 还有GPT3.5 那么我们这里就直接使用一个GPT4O 点击一个保存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在对话框输入里的问题 那比如说 帮我写一个漫画故事 我让他帮我写一个漫画故事啊 故事要有曲折 牵动人性一千字 然后我们直接发送 那可以看到 他正在帮我们写一个故事 他的创作能力呢 是无话可说的 那我让他帮我写一个搞笑的视频脚本啊 视频内容五分钟 可以看到他创造的一个速度啊 是非常的快的 真的非常的厉害啊 场景这些 给你写的清清楚楚 那么这里呢 如果说你不想来看这个故事 或者说你不想来看这个视频脚本 那你还有一种方法 你可以听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可以 我们鼠标回到下面 这里呢 有一个人脸 一个图标在这里 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你直接生成一个语音 当然这里语音呢 你也可以进行选择 回到这个对话界面的上面 在这里呢 语音呢 你可以选择 这里面呢 有几个选择啊 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声音进行解读 那比如说这个大叔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他这里呢 正在将一个文本来转换成一个语音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神秘厨师罗伯特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非常独特的菜 滑稽培根炒蛋 你准备好了吗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AI对话 那不想看的情况下呢 你还可以直接让它读出来 这里文本它帮你写好之后呢 在这个文本下面啊 这里有一些按钮 可以直接复制 不喜欢呢 你这里也可以删除啊 这下面也有一个删除的按钮 这里呢 还可以直接清空这个页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它的第二个功能啊 一个绘画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绘画页面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在左侧这里呢 是一些参数 以及一些比例 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比例呢 有1比1 4比3 3比4 16比9 还有一个9比16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免费使用一个密尽力来绘图 下面的版本号 你可以选择这里 4 5 5.1 你可以甚至选一个 密尽力6的一个版本 那么画质啊 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高清 那么风格化呢 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中高低 那么接下来呢 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 那可以看到我这里输入一个披着长发的亚洲女孩 那如果说你英文不好 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密尽力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模型 那它支持的一个提示语呢 都是英文 但是在这里 这个APP非常的贴心啊 你输入中文 可以鼠标回到右上角 这里可以直接点击一个翻译 它就瞬间就帮你翻译成了一个英文 再点击一个创建任务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亚洲的美女呢 就生成出来了 非常的漂亮 图片也是非常的高清 那它这里呢 可以看到下面有四张图片 同样它跟密尽力一样啊 设置了一个V1U1 那你要放大哪一张 比如说我要放大第二张 那你就点一个U2 那么确定放大 这里呢 正在执行 那可以看到第二张图片呢 它就帮我们放大了 那放大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 如果说你想 喜欢这张图片 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下载 如果不满意这张图片啊 那你这里呢 也可以再重新生成 这里呢 我就先下载这张图片 它显示让我们直接右键啊 右键保存图片 那么它除了可以直接给提示语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同样呢 它还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呢 是图生图 第二个呢 是图生文 第三个是容图 那我们先选一个图生图 那这里呢 点击上传一张图片 图片上传之后呢 我们点一个确定 那我让它帮我生成一个 帮我生成一个动漫风格的一个图片 那么这里同样我们点击一个翻译 点击创建任务 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执行当中 那这里呢 已经生成好了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帮我生成了一个动漫风格的一个女孩 可以看一下 原本是这样子的啊 现在生成这样的了 我觉得第四章还不错 把第四章放大一下 同样可以看到啊 它这上面有一个上下左右平移的一个状态 还可以进行一个缩放 我这里点个缩放试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一个图生文 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 我们点击一个图生文 点击上传一张图片 同样还是这张图片 点击确定 那可以看到它正在执行 它可以通过这张图片帮我们生成一个提示语 OK 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提示词在这里啊 有一个一 二 三 四 有四个提示词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BGinni的一个Discord的一个功能啊 它根据图片呢 帮你提取这个图片的一个提示词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这里你点击一下 那这个提示词呢 它就已经输入到这个提示语里面了 那你再点击一下啊 这个提示语就到了这个描述栏里面啊 到这个输入框里面了 后面是一个融图啊 大家可以 那可以上传五张图片 可以看到 把几张图片呢 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融图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 那么除了绘图和一个普通的对话之外呢 这个樱桃查啊 它跟我们的GPT呢 是一样的 它可以识别我们的文件啊 可以帮我们提取一些重要知识 这呢 我可以点击上传一个PDF啊 这里点击 这我们先点击一个AI对话 这里呢 我们选择一个GPT Plus 点击一个保存啊 这下面不用管啊 点击一个保存 那接下来呢 可以看到在这个输入框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里多出了一个上传功能啊 我们点击一下啊 上传一个 我这上传一个PDF 让它 让它帮我总结一下 这个PDF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么可以看到它正在提取 故事总结啊 这个是一个故事 可以看到啊 它总结得非常到位 非常的仔细啊 那这里如果说你不满意 你还可以让它重新总结 或者让它列出一个故事大纲 这里可以给它上传不同的文件 比如说你也可以给它上传一些书籍 让它给你总结 总结好之后呢 你可以发到小红书 那可以看到小红书里面分享一些重要知识点 分享一些书籍提取的一些重要内容也是可以的 就像这个小红书账号 它就分享的就是一个睡前故事片 那你可以简短的从一个故事里面提取一个内容 那你可以通过来进行一个变现 那么除了PDF 你还可以上传其他的文件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樱桃查GBT的话 它还有一个联网功能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问它 那六月份美国发生了什么大事排名前十的一个新闻 那直接给它一个链接 那么除了这个呢 如果说你不想看这些新闻 那你可以直接让它给你读 非常的便捷 直接我们点击下面这里有一个像人像一样的一个标志 我们点一下 那可以看到它正在帮我们生成一个语音 那么你可以听新闻 美国庆祝六月节 你可以把每天的最新的新闻 直接播放出来 在做事的时候 那你可以听 强调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成就 2024年美洲杯从6月20号开始 美国第二次主办这一项有盛 那么除此之外呢 樱桃查GBT呢 它还有很多角色仓库 我们点击这个左边的这里有个角色仓库点一下 可以看到它在这里面呢 已经预示了非常多的一些角色 那这些角色可以看到它呢都是根据各自的场景来进行了训练 并预制了相应的一些Plant 那么这样的设计呢 就是让我们的用户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更加的精准方便 那可以看到这上面的一些角色的一些名称 那比如说你想查找一个占星问谱 或者说学习辅导 或者说呢这里有一个法律服务 我点一下这个法律服务 那这呢 那比如说我选一个民事起诉状 点击一个使用 那我这简单的问候一下他 那这里呢 我简单问他朋友老公出去十年没有回来 那他想离婚老公不同意怎么办 我这就看一下他怎么回复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会怎么回答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专业的律师啊 可以看到 他给了一个解决方案 那这里可以看到十年啊 这里呢 如果说长期分居两年以上 应该就可以申请离婚啊 这个非常的专业 那我这里就问他我需要怎么做 可以看到咨询律师 收集证据准备离婚诉讼 那么这呢 继续向他寻求资助啊 没有证据也拒绝回来 有什么解决方案 那他又给了另外的一种方案啊 可以看一下 真的相当的专业啊 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律师啊 当然这里面预设的角色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啊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使用这些角色 那么功能呢 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啊 当然这下面呢 还有一个写作啊 这个大家可以来尝试 还有一个思维导图呢 也非常的简单 输入你的问题 让AI帮你思考 比如说然后他最后呢 直接就帮你呢 生成一个思维导图 可以看一下 那简单的一个青椒炒肉的做法 首先啊 青椒炒肉 它的一个主料 一个辅料 一个步骤 一个注意事项 那一个思维导图啊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帮我们做出来 那这里呢 一个 那比如说我想开一个淘宝店 我就问他一下 开淘宝店铺的流程 我点击生成 这里呢 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尝试啊 那最后呢 我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付费情况 那么你使用的啊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面 这一个头像啊 在这个左侧栏 这里有一个头像 那点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账户 那么你使用的这些积分呢 在这里呢 都能看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套餐 那这下面呢 可以看到 是它套餐的一些收费情况啊 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来看一下 有一个GPT啊 全联的 有一个 有一个汇图的 那点击权益呢 你能看到 这下面呢 有一个小四流刀 这个是免费的哈 普通会员 黄金会员 薄金会员 那这个呢 其实呢 那跟小鱼呢 之前呢 给大家推荐过的 这个Promai 它们呢 功能其实有些相似啊 那同样都有 一些AI绘图啊 包括一个 创意融合啊 就跟刚才的一个 创意重绘是一样的 变化重绘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都可以来尝试 这里呢 链接都会在描述栏 那今天呢 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希望小鱼的视频呢 对大家有帮助啊 如果喜欢小鱼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点个赞 并且开启一个小铃铛 那你还可以观看 小鱼的其他视频 如果说你想要 充值一个GPT会员 想要申请一个虚的卡 那么你可以看 我的上面这一期教程 你还可以观看 小鱼其他视频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小鱼的视频